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塔警方报告呈 数百人因洪水而不得不被救出 据当地报道 代比于周日 8月5日早上 以一级预风的形式 在佛罗里达州 墨西哥湾沿岸的大湾地区登陆 为中佛罗里达州 部分地区带来了8至16英寸 20至41厘米的降雨 这场风暴造成佛罗里达州 5人死亡 坐至亚洲阿尔多斯塔附近 一人死亡 代比正在往东北部移动 已经及南卡罗来纳州 和北卡罗来纳州 沿海地区带来更多降雨 加剧了当地人们 对发生山洪暴发的担忧 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军队 在库尔斯克地区展开猛烈交火 乌克兰一举冲破俄罗斯边境 这是对世界最大核武器国之一的一次大胆攻击 这是乌克兰在两年战争中对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 据俄罗斯官员证 8月6日凌晨 约1000名乌克兰士兵 驾驶坦克和装甲车冲过俄罗斯边境 空中有成人的无人机和猛烈的炮火掩护 据报道 在俄罗斯天然气流入乌克兰的苏甲镇附近 不生了激烈战斗 引发了人们对天然气通往欧洲过境 突然中断的担忧 乌克兰官员表示天然气运输险仍在运行 普京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重大挑衅 斯米尔诺夫表示 数千名居民已被带巴或者火车疏散 奥地利总理表示 奥地利岛威廖企图在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上 制造血声屠杀的伊斯兰国分子 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马在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前表示 我们都为了一个伊斯兰国自杀式袭击者小组 并补充说 这些嫌疑人有非常具体和详细的计划 他们的目标是制造一场仗在巴黎 曼哲斯特和莫斯科那样的血声屠杀 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马说 主要嫌疑人承认 他与两名同伙一起想实施自杀式袭击 为此他获得了武器和诈约 并进行了其他准备 如果计划成功 会造成多么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确实令人难以想象 谢谢 他曾是一名教师和足球教练 仍是陆军国民警卫队的老兵 此前他击败了知名民主党人 获得了第二名民意调查显示 他女士已经抹去了特朗普 在总统乔拜登竞选的 最后几周建立的领先优势 自两周前他升至候选人榜首以来 从新换发活力的民主党 已经向他的竞选活动 投入了大量捐款 民主党认为 YC抗圣州和密歇根州 是2024年大选的必赢之地 但民意调查显示 该州许多阿拉伯 和穆斯林美国人对以色列 在加沙与哈马斯的战争 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感到愤怒 你们要解决了 不用管 我们要解决了 我们要2个产品 你的脸 也不能 主持人手 我没人 我没人 能解决了 你是 人 你 都 做出持人 我 对 你 我 路